讓我們一起用尖叫聲歡迎示範男團 舞堅情帶來的第一首主打歌 原罪少年 小心點將近 我的鮮魚 有你別擔心 已經買了 叫我姐姐 挑微信結線 你開消氣勒 掌握我的手語 Jingles are perfect 這個我也嚇到了 台灣的監獄到底在搞什麼啊 馬上進入你的育友對你說馬上進入時 你的反應 欸 台灣政客一生的四階段 選舉 當選 貪污 外溢監 這集A的主題就是外溢監 外溢監到底是什麼呢 監獄的目的是讓獸行人可以回歸社會 有些獸行人已經在監獄裡面蹲了好幾年 每天照表操課 跟外界完全脫節 而外溢監 就是他們在出獄之前的中繼站 可以返家探親啊 可以到外面工作啊 慢慢適應沒有嚴格管理的生活模式 這個外溢監 聽起來一定是一個很精實的矯正機構吧 原來監獄不只關人還可以關梭啊 為什麼外溢監 就跟Youtuber尾牙一樣 大家都想盡 因為一般監獄的環境實在太差了 根據法務部統計 台灣的獸行人總數超過五萬人 這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監獄超收 空間已經夠小了 人又多 會發生什麼事呢 室友打呼太吵 所以清晨掀他棉被 讓他忍到招供 林秉書真的是一個很怕吵的人耶 台灣以前監獄平均超收二十趴 有些比較誇張的監獄 還有超收五十趴的狀況 你說你們那時候 幾家人是一家人嗎 一家人都超收嘛 一家人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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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一個人只有0.22瓶 我在睡的時候 百分之一 一家人幾家人都好 我問你是好怎樣 我就沒人睡 你跟老大睡 我不敢 老大一個人 他一個人 睡兩三個月 好 我們模擬了一張設房平面圖 請問要把老大移出來 要動幾步 一個人睡三個人的位置 還不夠格叫老大 真正老大 還叫七億買到208瓶 還是比桃竹影員划算 阿扁第一次到這個老房的時候 他興奮到手抖 監獄抄收又怎樣 反正抓起來關了嘛 受刑人再痛苦也關我屁事 就因為這個想法 導致台灣史上第一個 點獄長被挾持的案件 2015年 大寮監獄暴動案 囚犯已經拿槍挾持了 白狼還想衝進去 這麼危險的狀況 警察怎麼可能放行張安樂啊 台灣人那麼怕安樂死 大寮監獄暴動的悲劇 在此證明了 台灣監獄抄收問題真的很嚴重 好家在我們台灣可愛的政治人物們 非常擅長用最表面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監獄人太多就把人放出來嘛 於是國民黨立委廖正錦就提議 把外衣間門檻修法降低 因為貪污的人會被恥夺公權 的確很難再犯 或者是說 貪污的人都是政客 有可能都是自己的好同事 總而言之 再犯率高對症下藥的解法就是矯正 所以這一集的解法 我們想了一個很適合獸型人 又符合規定的工作 就是組成 偶像男團 台五剛好需要消磨大量的時間 又兼顧運動 發洩精力 只要一台音樂播放戲 就可以練習了 而且實話說得好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各位女士 你們抗拒得了健壯體格 甚至吃的半甲 浪子回頭的8加9男團嗎 台灣甚至亞洲的男團 市場上都沒有這種風格 我相信這種獸型人偶像男團 出道及巔峰 團名就叫做五尖情 監獄的監 各位觀眾 請把雙手舉高 讓我們一起用尖叫聲歡迎 示範男團 五尖情帶來的第一首主打歌 原罪少年 內心狂野都愛一見 我吃老粉 就像是你 讓我心碎 小心翼將盡 放我出去 Take me out Oh yeah 我是 monde 等一下 來讓我看看 你給我 走 都愛一輩子 指示kami 前衛隊 各位教練